台北市62年度私学国民自学进修鉴定考试,将在4月22号举行,明天起到4月8号时受理报名。 台北市16个办理民教班学校的校长,今天下午开会,协调了办理考试的事宜。 年满十二十岁的私学国民可以参加高级民教班程度的学历鉴定考试,年满十五十岁的可以参加国小学业程度的鉴定考试。 教育局副局长邱家普今天接受了本公司记者的反问,说明了有关的问题。 我想来请教邱副局长,政府举办私学国民自学进修鉴定考试的目的呢,意义是在哪里? 好的,这个私学民众的自修学力鉴定考试的制度是我们这个国民教养,我们一般的儿童都要进国民小学来读书,另外有一部分是私学民众,我们现在私学民众有民众补习班,同时这个小孩到六岁都要到国民小学来, 另外有的在自己家里,助修的,我们还给他一个机会,我们给他一个检定考试,给他证书以后将来继续可以助修来进学,来完成这个国民的义务教育的意思在这里。 有关私学国民自学进修的这个制度呢,将来发展的进行可能是怎么样的? 现在这个教育部颁布的办法,我们可以啊,除小学地年级,就是一年级到四年级,我们给他一个检定,然后呢,在这个小学毕业还有一个检定,那将来我们是这个国民中学的,还有高中的。 西安兰,比如说,在这个助学这个渐定成为一个主度. 所以你就这个假定你休止不到学下去读书了,也可以忘记一遍,这个我相信将来发展成为西安典。 本省的學童就學力呢,一向是很高的 那麼目前台北市呢,大概有多少個失學的國民呢? 台北市來講,我們現在有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九點八百分比啊 都進到這個國民小學 所以這個沒有進國民小學的小朋友啊,非常之少 根據我們統計啊,大概幾十一年幾百人這個情況 但是另外有一支是這個文盲的,年紀比較大的 我們一向啊,每一人都有這個在國民小學裡面 在夜間啊,舉辦這個民眾補習班 來讓他們這個失誓,譬如說這個少數文盲 那這個自學減進的制度啊,我認為對這些沒有讀小學的 同時也沒有認識讀這個民眾補習班的 可以在修修的方式啊,來完成他的學業 我們要給他一個決定 那今天很謝謝您接受我們的訪問 好嗎 好嗎 好 好嗎 好嗎